這不是營業秘密 我想這委員應該很清楚 這涉及公益 這不是營業秘密 這涉及公益 這不是營業秘密 都要走下質詢台 沒想到NCC主委陳耀祥來記回馬槍 這下火氣又大起來 汪小林犯槍不要辯解 沒想到自家周委去幫對方 舉起盾牌 你不要跟我騙 我現在不用再說 針對重點的部分 是 就是盡行文 每一樣送來的話確實有點狀況 畢竟身兼國民黨質詢的第一棒 汪小林火力拉滿 轉身正常還開到司法委員會 其實最應該立法就是 將監察委員行違法 具體的落實比照 像是立法院 立法委員行違法一樣 當然就是說你們要不提我也可以來提 真是每天金句不斷 驚嚇人的驚 汪委員顯然把自己當作 五院的糾察隊 他顯然真的把立法委員的權力 無上限的擴大 但像這樣被民進黨立委 點名違憲的提案 早已不是第一次 先前汪小林提案 總統兩輪投票制 中雄會主委李靖勇也點出違憲的疑慮 而柯建民也藉機打算 這段時間 國民黨不管在新科立委在執行 或是在提案上面 其實都是 我可以法違憲 而且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 柯總召已經年過七十號 當然是民進黨國保級的人物 但是人必須要放下屠刀 立立成否 包括汪小林在內 國民黨一共有十二位新科立委 進到立法院被封為十二金剛 會期一開始就備受關注 接下來就看這群新人 是否能扛下名號